好,OK,大家好,我们准时开始,然后争取准时结束,这个让大家准时能吃上饭。 OK,好,我们这个session的这个主要是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个可能比较这个持久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在这个裸金属和这个虚拟机的这个上面去部署这个K8S的话, 有哪些优劣点以及一些这个我们现在觉得一些新的方案。 那么我叫叶峰,然后来自SmartX。 对,我是杨爱玲,来自英特尔。 OK,好。 OK,那我们首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裸金属和这个K8S上面这个部署K8S, 裸金属和这个虚拟机上面部署K8S的一些优劣。 那么在裸金属上面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尽可能的避免掉虚拟化带来的一些性能开销, 那尽管现在一些虚拟化的这个整体做的已经比较好了, 性能开销比较少,但至少说不是说没有,对吧。 那另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虚拟化的这个运维, 那多一层东西总是有多一层的这个, 你需要去take care的一个费用。 那它的一个不足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部署和这个节点增山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不便利的,你可能要走到这个机上面, 或者通过像这个远程的console之类的,都相对来说不太便利, 那么共用机群它也不是很安全,那这个原因是呢, 这个容器和主机它其实是共享内核的, 那么一旦这个容器里面被攻破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危及到你主机以及主机上其他的一些负载的这个安全。 那再有的话就是你去共享使用一个机群的话, 也不是很便利,原因的是, K8S原生是缺少这种多租户的这个支持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些workload跟你其他的这个组啊, 同事啊,他的这个workload, 互相之间是能够看得见的, 甚至可以互相之间有一些影响, 对,那这个是裸金属, 那在虚拟机的这个部署,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去部署的话, 都是一个,就是每一个这个K8S都是使用自己独立的这个虚拟机的这个节点,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部署下呢, 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个隔离性很强, 因为整个虚拟化的这个隔离性, 它是一个硬件支撑的这种隔离性, 所以它的这个隔离性比这种共享内核的这个隔离性肯定是要好的, 硬件的利用率会更高, 对,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整个虚拟化的这上面, 可以一个节点,物理节点, 用很多的这个虚拟节点, 那再有的话就是集群的部署, 节点,增删更方便, 那虚拟化的平台都提供很方便的这种BNC啊, 之类的这种一些访问的方式, 可以直接在一个这个控制平台上面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甚至我们这个开源的这个社区也有class API这样的一些项目, 来做一些这个厂商去提供class API的这个实现, 来做到这种自动的这个节点的增删和自动的这个集群化部署, 所以这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相对的不足也是说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支撑你的这个虚拟化, 去选择一个商业化的这样一个产品, 它的定价是比较高的, 对吧,像BMW的license这个可能动辄都是好几万美金的这种一个节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吧, 然后以及说这个主流的产品它是否是说这个功能过于的丰富, 那这个东西是有好有坏的, 丰富的话你可能说用起来这个功能会比较多, 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可能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开销, 比如说一些硬件的这个过时的一些模拟, 可能它带来的是一些overhead, 没有必要, 那另外的话它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多了, 也就意味着更加复杂, 那么它运维起来也会更加的复杂, 对吧,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虚拟机部署也好, 这个裸金属部署也好, 都是有利有弊的, 所以这个也是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去部署会更加的好, 那么我们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去能够尽可能的照顾到两边的这个优势, 然后把它的一些弊端尽可能的去避免掉, 那这里面我们认为说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一个,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高效的虚拟化技术, 那什么意思呢, 第一我们的这个虚拟化要提高它的这个效率, 去更多的使用一些高效率的一些Io模拟的这个技术, 比如说这个VetaIO,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体这个去做这个虚拟机里面的Io的时候, 它的这个效率会更加的高, 对于这个host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开销会更低, 然后呢去更多的去支持一些硬件级的虚拟化支持, 从更底层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虚拟化, 使得说你的这个效率会更高, 像SIOV啊这些技术, 对吧, 在硬件的层面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撑, 然后呢去减轻它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负担,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这种在这个键盘, 鼠标监视器等等, 这些东西是不是不需要的, 那这实际上证明在我们这个一些公有云里面, 其实也没有这些外设, 对吧, 大家在公有云上面去跑负载也是能够跑得很好的,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个很多场景下, 它是不需要的, 那么带来了就是更低的一些内存的开销, 然后呢就是一些过时的一些硬件, 就比如说City Roam, 对吧, 我们是不是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在于说, 我们更少的这种模拟支持, 能够提供给这个虚拟化上面的这个Gast的攻击面也更小,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在管理的这个层面, 有没有更加轻量的一些方案去把这些虚拟机管理起来, 使得说我整个管理的这个开销更加的低, 那这个的话, 另外的话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轻量所带来的, 我的运维的难度会降低, 使得说我运维的这个开销也能够降低下来,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既然说上面想要用这个虚拟化去支撑K8S,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在K8S上面去build, 因为K8S是一个这个分布式的操作系统嘛, 我们可以这样去认为, 所以onK8S,forK8S,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思考下面, 我们做了这样Vertink这样的一个开编的一个项目, 那么简单一句话总结呢, 就是我们Vertink是一个管理CloudHiveVisor的这个虚拟机的一个K8S扩展, 也就是说我们是长在K8S上面, 但是然后去提供这样虚拟机的一个编排的这样一个能力, 但是使用的这个整个的虚拟化的这一层呢, 是用的这个CloudHiveVisor这个虚拟化, 对, OK, 那接下来就由爱玲来介绍一下CloudHiveVisor相关的一些技术。 大家好, 我是英特尔工程师亚艾琳, 对, 个Waterlink里面用了CloudHiveVisor, CloudHiveVisor其实也是一个开源的虚拟机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业界里面已经有很多虚拟机技术存在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有个CloudHiveVisor, 那大家我们看一下啥是个CloudHiveVisor到底, 所以给大家大概有一个介绍, 我们知道听名字是个HiveVisor, 但是它不是一个HiveVisor, 应该它是一个HiveVisor一部分, 叫VMM, 就Value Machine Monitor, 对, 这个CloudHiveVisor本身呢, 我们已经, 我们知道业界已经有很多比较成熟的, 开源的, 以及这个B源的, 商运的很多HiveVisor, 但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个CloudHiveVisor存在呢, 就是刚才就像叶芬提到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业务, 它需要运行在一个比较高效的轻量的, 或者启动对资源消耗比较小的这个东西,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类似于开源社区里面比较流行的成熟的Cumel, 大家知道, 但是因为Cumel的历史原因, 它支持了很多的feature, 它的代码, 它的架构比较云种, 那么它尤其是支持了很多比较老的架构跟设备, 所以在我们现代这个, 尤其在我们云渊生这个架构平台上, 其实我们的服务器都是现代化的芯片, 现代化的服务器, 加上我们六四的架构, 那如果我们再去做一个, 裁减一个Cumel, 它可能是历史的包袱比较大, 另外我们花的这个功夫也可能需要比较多, 所以就是在基于这些技术呢, 我们在跟我们的业界, 在2019年就开源了这么一个虚拟化项目, 就Clarard High Fazer, 它是初中就是说, 集合了现有的需求, 再加上现有的这些成熟的技术, 因为我们现有的成熟技术就是, 我们在虚拟机这个虚拟机技术, 沉淀了这么多年以后, 其实底层的很多对设备的虚拟化, memory的虚拟化, CPU的虚拟化, 设备的支通等等等等, 都已经其实比较稳定, 比较规范性了, 所以这业界里面就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能把这个每家所运的这个虚拟化技术, 每个设备, 每个component的东西, 能不能标准化, 模块化, 然后就是做一套标准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一个项目, 叫Rust VIM这个项目, 然后又是Rust语言本身也变, 变得越来越流行, 被越来越更多的果范应用, 因为基于它的这个编译型的这个性能跟安全性, 所以结合了这多种技术, 那这个Rust的Based VIMM, 这么一个项目就产生了, 但是这个产生的背景就是, 我只是提供一个很common的library, 方便就是每家厂商可以在上面定制自己的虚拟, 但是我们这个业界里面, 我们这个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些大厂, 他们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再做一个比较参考的设计, 能把我利用这些库在我上做一下, 做成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虚拟化项目, 那是不是更好呢, 所以就来了个Cloud Hypervisor, 所以它基本上用的核心技术, 就是Rust VIMM里面的模块, 再加上这个Rust的语言, 对,刚才叶文提到就是, 由于这个Cloud Native这个环境里, 这个云原生架构里面需求的几个特点, 就是说我要有一层虚拟, 或者是嵌套虚拟的情况下, 我要性能很多不损失,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Cloud Hypervisor设计的理念就是, 我怎么做到小, 怎么做到快速的启动, 怎么做到这个单机的部署密度, 所以就是它需要考虑的安全性效率, 跟一个资源的消耗, 对,这是一个特点, 然后呢,Cloud Hypervisor这个Open Source项目, 基本上的初期的代码的贡献是来自Intel, Arm, 以及就是说我们的阿里巴巴, 蚂蚁金服, 还有我们BuyDance等公司,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开源项目在, 后来的这个2020年差不多, 就捐献给了Linux基金会, 所以它的运作模式是, 坚守了四个Open, 就是Open Source, Open Community, Open Develop, Open Governance, 所以就整个这个是, 按照一个完全开源的模式来运作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又今年又新加了一些, 这个社区的Member, 比如说Tention, 安培, 对, 然后现在最, 到目前为止, 比较大的运户, 就是字节跟这个头条, 字节还有这个Tention, 还有微软, 我们前段时间召开了一个, Cloud Hypervisor社区的这个Webner的活动, 然后里面就分享了, 这个I字节的内部是怎么使用Cloud Hypervisor的, 以及Tention是怎么使用Cloud Hypervisor, 我们最后运完了以后, 就是把它录下, 可以放到那个B站里面, 大家可以去那个B站上看一下, 然后Cloud Hypervisor本身刚才说了, 定位就是个VM这层, 它的底层是依赖于KVM的, 所以它的整个的功能架构是, 就是这模型, 就是底层硬件, 然后中间有host的这个kernel, 然后上面有guest, 中间它做的一层, 这就是Cloud Hypervisor所做的, 大部分的跟KVM基本上的, 这个位置跟角色差不多,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这个模块性的设计, 比如说最基本的功能, CPU的管理啊, Memory管理, TOP结构的这个暴露, 给在虚机里面, 然后最重要的一块就是, 因为我们要支持很多的设备, 在不影响性能情况下, 我们怎么做到, 就是我们也应用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虚拟化, 半虚拟化的技术, 比如说whatlfs, whatlblock, 这个这些所有的技术, 基本都继承了这个Cloud Hypervisor里面, 对, 然后我们现在Cloud Hypervisor社区里面, 做的东西呢, 就是在保证这些基本功能, 基本使用查件的条件下, 就怎么去让它做的更安全, 所以就整个在Cloud Hypervisor社区里面, 有很多安全的CICD的测试的规范, 以及有很多性能的metrics数据, 大家如果对Cloud Hypervisor这个轻量化虚拟机, 比较感兴趣, 可以到Cloud Hypervisor.org这个官方网站上, 可以看它的一些数据, 对, 然后大家有个困惑, 就是提到Cloud Hypervisor, 我刚才提到就是, 我们在业界里面有了Q, 有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还有, 为什么要学到Cloud Hypervisor, 所以我们这个看这个, 我们最左边, 我们知道Cloud Hypervisor, Hypervisor本身是有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Type1, Type2, Type1就是我们是PareMental的, 就是硬件上直接起来虚机, 虚机支持我们的Guest, 对, 然后最右边的,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就是Type2, 就是我们有依赖于Kernel, 也就是说我们最流行的就是KVM, 所以这个Cloud Hypervisor下面就是, 它的模型就是VMM, 你会看到最右边的是这个, 有四个, 就是QM5 Crack, Cross VM Cloud Hypervisor, 它的定位就是VMM,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因为这几个QM5 Crack, Cross VM Cloud Hypervisor, 它本身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优势, 可以运用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对, 但基本上它们有几个共同的语言, 就是Rust写的, 对, 然后呢, 基本上在下面的理念, 是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Cloud Hypervisor社区里面, 现在做的就是, Useability, Serviceability, 就是怎么让, 跟周边的一些技术, 跟Kip S, 就是配合的, 集成的更好, 所以这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社区里总共是每6个周一个release, 就每6个周有个release, 然后差不多最新的release是V36, 第二个发布,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 我们这里面一天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正在做另外一个开源, 就是Dragon Ball, 是由阿里巴巴做的, 它其实最后可以加到位置, 就是最右边那个, 跟Cumulby Crack Cross VM, Cloud Hypervisor这么一节, 这也是另外一个, 那最主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把Cloud Hypervisor可以跟这个Cata Container, 结合起来使用, 因为Cata Container, 因为在基本上在业界里面, 基本上是我们一个就是, 安全人气的一个标准的东西了, 好, 我这部分就讲完了, 然后交给叶芬。 OK, OK, 好, 那我接下来就是继续这个Vetink的部分, 那Vetink的话, 整个是构建在这个, 就底层用的这个虚拟化技术,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Cloud Hypervisor, 那我们去做这个项目, 一开始的这个设计目标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么几个点, 就是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期望于它运行于任何的, 这个K8S集讯师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 我们不是像做Cata那样, 去做一些这个CRI的一些替换, 去主要是做这种非侵入式的扩展, 去做一些CRD啊, 去做一些OperatorController啊,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去坚持在这个K8S原生, 就是我们不去另外去发明或引入一些这个存储啊, 网络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层次啊, 而是主要去使用K8S上已有的这个存储的规范, 像CSI, 然后网络的规范CNI, 然后去支持, 那其实通过这个去做的好处, 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CNI CSI的厂长可以直接接入进来,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为我们虚拟机来提供这个存储和网络, 对, 那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去高效的支撑这个K8S, 也就是说去支撑嵌套的K8S, 这个是从我们第一天去设计Virtink的这个API也好, 整个的这个架构也好, 就已经在我们这个脑子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K8S的这个支撑,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还有一些这个Side Project去做一些更加这个简单的一些事情啊, OK, 那整体的架构来说, 可能熟悉这个K8S同学可能会看起来觉得有点像, 有点眼熟, 但这个是因为说我们其实本质上我们在VM的这个管理上面参照了很多这个K8S项目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计, 我们整体上面的话会分为两个大的东西啊, 就是说一个是全局的一个这个VirtController, 那它是一个deployment方式来部署, 然后选举出来一个leader, 然后来全局的管理里面我们一个K8S里面所有的这个CellHiveWizer的虚拟机, 去做这个具体的调度啊, 然后呢具体调度到某个节点上面, 我们在每个节点上面就会有这个VirtDemo, 来去做这个具体的虚拟机的这个一些主要是一些处理吧, 那么当我们这个VirtController把这个虚拟机schedule之后, 然后就会在这个target的Node上面产生一个这个Pod, 我们叫VMPod, 然后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去先起一个VirtPerRunner, 那这是一个先运行的一个process, 它在这个VM的这个进程起来之前它会退出, 那它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一些网络的一些配置啊, 一些东西给准备好, 网桥啊建好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完了之后呢就会交给这个VirtDemo来跟CloudHiveWizer的这个API直接沟通, 然后去起这个虚拟机, 所以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运行状态下面, 其实我们的这个VMPod里面是非常纯粹的, 就是只有一个CloudHiveWizer的进程, 以及说我们去做一些DHCP啊之类的一些mask的一些事情, 对, 它的整体的这个开销会很小,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开销, 所以的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和架构下面, 我们能够说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就是我们在这个底层使用了CloudHiveWizer之后, 我们可以去对比跟这个使用QMU, 那你用QMU的话一般来说都会像CubeWert就会使用到LiverT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做管理, 那这个整体来说我们如果用CloudHiveWizer来替代的话, 至少能够减少每一个虚拟机所占用的这个Overhead的这个内存有至少30兆, 那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我们刚才也看到说我们这个PreRounder的进程在VM进程起来之前会推出, 那在VMPod里面跑的进程非常纯粹, 所以在里面没有常驻的这个管理进程, 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减少到像Launcher这样的一些这个进程的内存占用, 至少比如说80兆, 所以整个加起来的话我们在这个管理层面, 或者说整个虚拟机的Overhead这个层面, ProVM的内存占用我们能够至少减少每一个内存的这个占用到100兆至少, 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VTink的话只提供这个相对精简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第一个是这个Clarvizor相对的它的这个设计哲学也是说我提供必要的这个精简的功能, 那么VTink也是沿用了这样的一个哲学, 然后来考虑怎么样去提供这个集讯化的这样的虚拟机的管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去做可能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基于共享存储的这个高可用功能, 我们是没有提供的, 然后呢目前我们也并不去支持这个磁盘和网卡的这个热巴插, 对, OK, 那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的一个,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对, OK, 那这里演示的就是我们这个, 这里的话就是, 就是已经走了一些了, 没关系, 就是我们VTink的安装就比较简单, 首先就是一个YAML就直接可以安装了, 装完了之后, 然后简单来说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这个VM的这个, 就是通过这个你去build的你自己的一个rootfs,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 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样力里面的这个dogfile,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build, build完了之后, 然后呢,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类似的这个dogfile长的样子, 然后你通过这个来build出来一个dogfile之后, 然后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个提供的VM的这个manifest, 然后去拉起, 快速地拉起一个虚拟机, 那整体的过程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你的这个k8s是knd啊, 或者mini cube啊之类的, 都可以就是符合我们所说的, 就是说你基本上任意的一个标准的k8s, 都可以去跑我们的这个虚拟机, 那当然前提是你的这个host必须得支持这个kvm, 对吧, OK, 那这里的话, 我这里就不多走了, 就是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页上面, 项目的主页上面找到, 因为我后面的话想要更多地介绍一个这个, 对, 就是我们, 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去考虑到了这个, 嵌套k8s的这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提供了这个virtink的这个项目之外, 我们还在这个上面继续去build的这个class API的这个provider, 然后在class API的provider上面又进一步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 一件式的这个部署, 嵌套k8s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叫knest, 那knest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你用一条的命令, 可以直接在一个标准的k8s, 当然是支持这个kvm的这个节点的k8s上面, 通过一条命令能够直接去拉起一个嵌套的这个k8s集群, 并且后续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扩缩动的操作, 那这个过程当然会包含说它所需要的组件, 比如说virtink的安装, 我们会自动地检查, 然后去, 如果没有安装会自动地去安装, 对, 那这里的话可以简单地看一下。 对, 我们创建的话就是简单的一条命令就行了, 就是knest的create, 后面就是一个cluster的一个名字, 那么它整体的过程就会是, 首先会去检查你的一些CRD有没有装, 就比如像virtink有没有装, 没有装的话它会自动地去安装, 装完了之后, 然后你就是上面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这整个过程它就开始在后面去创建, 那创建的整个过程它肯定会包含说你去拉这个image, 拉起这个虚拟机, 对吧, 然后把这个controplane起来去组成集群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k8s的组件的这个操作, 那么完成了之后, 你可以去观察这个里面的这个状态, 一直等到它这个结束了, 等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虚拟机都running起来了之后, 你是可以去, 下载这个我们嵌套集群的这个上面的这个cubeconfig, 然后再用这个cubeconfig直接去访问这个嵌套集群, 对, 这里演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k9s的这个命令, 然后去很方便地去删除你刚刚创建的这个集群, 对。 OK,好, 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说, 我们认为说这个在虚拟机和这个裸金属上面部署k8s呢, 它们各自有各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和劣势, 那么怎么样去兼顾它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既获得虚拟化的这个隔离性, 又能够获得说像接近于这个裸金属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那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下面, 我们提出说, OK, 我用到这个更加轻量, 更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化技术, CloudHivevisor, 然后去做到这个更加安全, 更加高效,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我的这个虚拟机管理侧, 我们Vertink提供了一个更加轻量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去掉了这个一些不必要的overhead, 然后精简功能集合, 并且是整个是这个onk8s, 4k8s, 然后给这个整个的我们k8s的部署的形态,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对, OK,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探讨的, 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你们选行了CloudHivevisor,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选行的时候, 如果是以更轻量的角度去思考, 为什么没有选Firecracker, 就是AWS开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是Cata社区的嘛, 所以你slides里面有一页是说, 什么, 就是CRI, 没有侵入CRI那一块, 我想了解一下这块具体是指什么。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Filecracker, 是吧, 相对来说Filecracker的话, 我们认为说它的功能有点太过于, 太过于偏向, 太过于精简, 或者太过于偏向这个容器化的这样的一种使用场景了, 对, 我们其实虽然说是一个精简化的这样的虚拟化, 但是我们本质上面还是希望去提供一个用户完全可用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这样的一个形态的, 所以在选行的时候,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会去选一个功能更加稍微健全一点的这样的CloudHivevisor这样的一个项目, 但我理解它们底层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库, 其实是用到RustVMM里面相同的一些这个库, 第二个问题的话应该是, 第二个问题您说是CRI的这个部分, 对吧? 对, 就是像Cata我理解, 它是这个你会把这个CRI的这一层给Runtime, CRIRuntime给换掉, 对吧? 就不会使用这个containerD之类的, 会使用containerD, 但是你最后落下来的话, 你不会使用到像Docker之类的, 会吗? 对啊, 那就是我们的故事是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底下跑, 小的东西还是典型的container, 就是不是virtualization based的这种Runtime, 而是典型的像Docker也好, 像这个Runtime也好, 这种基本的这个容器的这个运行式, 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就是它是把Claude Habit的运作成一个标准的VM的虚极, 它没有考虑更多的上面生, 你是容器的应用场景, 它是一般的netting的场景, 它只是说我要Claude Habit的作为一个传统的虚极来使用, 然后你在上面付出container的环境啊, 还有虚极的环境都没有问题, 它会给你pare, 对,但是你们实际上是把一个虚拟机, 就是虚拟机的一个虚拟的话的一个接口, 尽可能的像Claude这部分去靠, 然后去承载像container这样的一个workload, 对吧,对,对,对, 对,但我们如果说大家general speaking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底下大家的run time都还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CRI, 对吧,我这里其实point是说我们的底下的这个CRI还是要典型的这种CRI, 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虚拟化的这样一层的替换, 对,而且实际上替换之后我们这个也跑不了了, 对,OK,没问题, 我们先这边 刚刚讲到了那个knest,是吧, 我刚刚其实因为进来的比较晚, 我其实有些地方可能漏掉, 就是它那个,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那个Wartalink提供的那个node, 是吧,它也是通过k8s管理的, 对,没错, 然后里面可以再起新的k8s, 是吧,就是在这个node,相当于它一个node上带起, 可以带起里面带起run c啊,这样的容器,是吧, 对,没错, 然后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是,你们这个node里面的在起的那个新的集群, 有些比如说Coblite,然后可能是D这些单机组件需要做一些兼容性的修改吗, 兼容性凝值哪方面, 嗯,就比如说它的一些, 因为它直接在裸进数上跑可能没什么问题,是吧, 然后它放到你们那个, 我不太清楚你们会不会有些能力卸置, 然后它就不能在你们那里跑, 需要做一些什么代码上的改造什么的, OK,没有,简单回答是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上面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虚拟机, 就是你可以认为跟普通的Liver Cumul, 或者跟VMR虚拟机其实是一样的, 它里面的这个capability, 包括你里面装的这个OS, 这个都是各种发行版, 你都, JR Linux啊, 都可以装, 然后里面的这个, 跑的这个架构, 也都是底下kpm直接上来的, 你如果底下是arm, 上面就是arm, 底下是x86, 上面就是x86, 对, 没有, 不需要做那个变化,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刚刚听到你们是好像没有支持那个设备的那个直通, 是吧, 然后其实你看现在它那个, 比如说AI产景的话, 比如说什么RDMA, GPU啊, 那些一般情况下, 它都是需要去做这种, 如果想在运游市场景下支持这种应用的话, 都是需要做这种直通的,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想用你这个节点, 对吧, 去支持那个AI的那个任务的话, 我怎么去做这种设备的管理呢, 你们这块是怎么考虑的, OK, 我们应该, 我刚刚应该没有提到那个不支持直通啊, 我们是不支持设备的热拔叉, 对, 但是直通的话, 包括那个SILV, 这个我们现在都是支持的, PCIe设备的直通, GPU的直通, GPU的直通, 我们目前是有这个PR, 但是我们一直偏定在那里,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比较多的设备去测试, 完整的测试这部分代码, 但是PCIe的直通, 以及说SILV的这个设备直通, 我们目前都是支持的, 对, 那你们就是, 如果它设备直通的话, 我理解它肯定是需要一些, 就比如说我这个Node需要哪些GPU, 需要哪些这个RDMA, 可能会有一些调度上的这种, 你们这边是也有一些方案的建议, 或者是你们这边有什么, 已经有在做吗? 这个调度的话, 我们目前主要依赖于K8S的调度器, 所以理论上来说, 你调度GPU的话, 我们肯定是整卡调度,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一个GPU直接分片, 然后你可以整卡向K8S去声明, 然后K8S调度到具体有这个卡的节点上面, 我们的虚拟机就可以直通进去, 去使用整卡, OKOK,感谢,感谢,感谢, 那位同学吧, 因为他举手举了好多次了, 我们先那边, 不好意思, 不不不不, 不好意思, 对对对, 我看他好多次了, 您好, 那个就是有两个问题吧, 首先那个第一问题就是, 刚刚我看咱图里面聊了, 就是那个, 还是跟刚刚K8同学问题类似吧, 我看是在GAS里边做的这个网卡, CNI的一些事情, 对吧, 那相当于就是, 现在咱CRI也不需要了, CNI其实也, 就CNI已经给做掉了嘛, 就不需要运行时了, 然后CNI也是在GAS里边做了, 那其实, 道理上也不需要这个广控层的, 不管刚刚您说这个Docker, 或者ConnectionD, 因为除了这两个就是镜像, 那就是我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咱镜像管理是怎么做的, 是在素质机上拉好这个镜像, 还是在GAS里边, 就是拉起这个VMM之后, 在VMM里边去准备这种SuiteFS,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技术上的误解, 就是我们这个其实不是说, 就我们的GAS的K8S, 跟底下的这个K8S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CNI也好, Kublet也好, 就你所有K8S需要的这些东西, 在上面都是需要的, 所以的话, 就你说只需要镜像, 这个应该, 因为就比如说一个非虚拟化的一个容器, 比如C容器, 可能是由运行时来准备好一个NetNS, 然后之后容器来用NetNS取容器, 对吧, 在NamesFacer来做事, 那咱现在可能不走这个链路了, 可能是在NetNS里边, 那如果NetNS该由谁来做呢, 是由运行时来Provision这个NetNS, 还是说在GAS里边做这个事呢, 就是它需要的话, 那为什么在GAS里边还需要再做一遍, 准备网桥的事呢, 你说在GAS里面不需要做网桥之类的事情,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host里面起的, 为VM起的这个Pod里面,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网桥, 使得说我这个虚拟机的网络, 能够bridge到我的host上面的具体的网桥, 然后这个网桥的另一端可能连的是CNI上来的一个, 懂了, 懂了, 明白, 那这个问题明白, 还是由运行时来准备这个CNI的事, 那这个镜像呢, 刚刚那个镜像那一块, 就是镜像数据是由运行时来做的吗, 还是由这个GAS里边自己拉的, GAS里面自己拉的, GAS里边自己拉的, OK, 那它会有共享的事情吗, 比如我两个炮子用的同一个镜像, 它们会有, 不太会, 除非说我们如果说你K8S的一些镜像, 就大家共享的, 我们可能会embed进你的这个OS image里面, 去提高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起来的速度, 或者说不用外面拉去, 但是你上面workload的镜像, 这个东西很难去预测, 对吧, 它还是从这个镜像上面去拉的, 就比如说我起了个Centro S, Centro S没有内置到那个GAS的那个base的image里边, 假设的没有base的话, 那么我起了两个pod, 就算同一个节点的话, 这两个pod它们仍然会拉两遍这个Centro S的镜像, 是吗? 两遍Centro S 就是起第一个pod拉了一遍Centro S在GAS里面, 起第二个pod又拉了一遍在第二个, 说在GAS里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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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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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然后再稍微加个问题, 刚刚那个同学问就是设备的事, 那设备是通过什么方式通进去的, 是走VFO吗,还是怎么? 你说那个设备直通吗? 对,对,对,OK,OK,好嘞,感谢,感谢。 您好,我也是有两个问题, 主要就是第一个, 我理解你们现在这个方案相当于是在一个pod当中, 起了一个hypervisor的环境, 去让我们这样一个KVM的虚机, 那对于这个KVM虚机的镜像的话, 我们初始是需要有一个converter的准备吗, 需要把比如说一个OV, 不是OV, 就是KVM那个QCode的那个镜像, 要把它转换成一个dark image之类的, 然后才能让在你这个环境当中吗? 嗯,好问题, 这个的话我们会, 我们直接用到了这个converter的一个项目叫做, 我忘了名字叫什么了, 就是类似于我们会, 你提供QCode2或者说OVA或什么之类都可以, 我们会破下来, 然后用这个QM image的这个命令, 去把它convert成一个raw, 因为raw的格式访问是最快的嘛, 然后我们再去使用, 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些预先的一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QCode2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常见的虚拟化的这个格式都可以, 然后你说host的主机上需要有这个virtual的这个支持吗, KVM的支持吗, 那这是比如说我是一个cluster, 那每个node上都需要有同样的这个支持, 然后你这个镜像也需要每个node上都要提前部署好, 还是说可以做到一些自动化的这种, 你可以有些节点没有KVM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去调度的时候会看你的这个KVM的一个设备的设备号, 会有一个plugin去提供这样, 如果你有KVM的能力会有一个e这样一个数值, 然后schedule过去是可以schedule到有KVM能力的这个节点, 但你想要支持更多续集肯定是说每个节目都要KVM会比较好, 对吧,那第二个问题你是说这个镜像的这个存在问题, 对吧,当我们这个, 这其实是跟普通的镜像拉取是一样的, 你不需要预先全部都准备好, 只是说调度到那个节点, 它如果没有这个镜像, 那么KVM或者说底下这个导可, 它自动会去破这个image, 然后就起来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跟网络有关的,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把一个虚击以POD的形式启动起来, 那它现在拿到的IP地址大概是POD的IP呢, 还是它可以拿到一个external的这种host主义上的publicIP, 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镜像, 我们是需要起多块网卡的, 可能连多个网络, 那像在你这个环境的话会有没有一些需要特殊配置的地方? 嗯,这个取决于就是你, 我们是可以有能力拿到你的这个, 就可以把POD的这个IP直接转移到VM的这个IP里面的, 那这个具体是它获得什么样的IP, 其实取决于你, 我们里面这个CRD里面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网络的这个, 你具体是什么网络, 是POD的网络, 还是这个Multus的这个网络, 然后以及你的binding方式, 你是这个NAT, 就是网络地址转换的方式去连接, 还是说直接bridge的方式, 那如果你采用bridge的方式, 它是直接会把IP给到VM的这个IP, 给到VM, 然后你就其他的POD可以通过这个POD, 就这个VM所在的这个POD的IP, 直接访问到这个VM里面的这个服务啊, 进程啊之类的都可以, 那你如果用网络地址转换,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我们有不同的连接方式, 那你至于说多网卡也是, 就是说K8S里面有这个Multus CNI, 它是可以提供给POD多个网络的, 那么这个东西你也到VM里面其实也是啊, 每一个Multus网络都可以在VM里面体现一个网卡, 然后你就可以在VM里面access到不同的这个网络, 就你的意思, 我在配这个POD启动的时候, 我把Multus的信息都配置好之后, 然后我虚机里面就可以看到这几块网卡, 虚拟网卡, 你不用配POD的, 你直接配VM的这个CRD里面就可以了, 哦,VM的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哦,OK,好,谢谢, OK,没事, OK,好,那时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可能这个session就到此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